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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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被刺杀 有的亲信受毁 这角色设定 还有人抢头去竞选 多匪夷所思 恩怨情仇那就更刺激了 比如说过两天要交接上马的可是文在寅的前小弟尹熙月 这个是从未上演过的剧情哦 前小弟尹熙月和大哥文在寅反目成仇 离开大哥之后转身加入反对党 敌对党 并且扬言上台之后要立马清算大哥 究竟结果如何 文在寅能否打破总统不得善终的命运呢 就这剧情我都怀疑 就是我不买会员真的就能看吗 话说在遇到文在寅之前 尹熙月就一直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检察官 以秉公执法不畏权贵著称 不管你背后是谁 我说抓就抓 好吗 那些年他抓过李明博背后的财团老板 拿下过好几个朴警会的嫡系官员 不仅浑身是胆 他的调查力度也堪比是超家 就手下人一放出去 别说你贪污的是真金白银 就哪怕是别人给你冲了两个QB 他都能给你查得明明白白的 但是俗话说 过刚一舌 在韩国的官场上 刚成这个样子 尹熙月能不舌吗 腿不打折就不错了 于是尹熙月是处处受排挤 他的检察官之路 坎坷地 有点像苏氏 不是被贬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最惨的时候 他曾经被贬到一个人口只有11万的小城市 叫利州当检察长 11万人 就搁那儿他叫个小城市 好理说了 放咱们这儿 就是个街道嘛 对吧 还不是大街道 尹熙月就相当于在一个街道办当检察长 你这个啥好检察的 是吧 查社区分菜的时候有没有及时分呢 核酸的时候有没有捅到底呀 这个还是有必要检查一下的啊 话说尹熙月处处遭打压 空有一身本领 无报销之门啊 而这一切 直到2017年 文在寅上台 才有了转机 文在寅 本身就是民权律师出身 曾是前总统卢武轩的秘书 兼一生之友 本来人 2008年就退休了 但谁料到 卢武轩被李明博 就再往前一任 被李明博给清算 自尽了 转年他就决定出山竞选总统 意在何处不用多说呀 既然要打架 怎么能没有刀呢 文在寅东挑西选 终于发现了尹熙月这把快刀 一下把他从一个边陲小利 提拔到了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检察长的位置 对尹熙月来说 文在寅给的这叫知欲之恩啊 那不得给大哥递上投名状啊 尹熙月这个脑子也是直 心想 既然我大哥要给他大哥报仇 那他大哥的仇 就是我尹熙月的仇 好吗 冤有头 债有主 仇人无他 就是前总统李明博 和保下李明博的朴锦慧 这又不是拍电视剧 对吧 你想报仇 仇人也不会把脖子亮出来给你 来 杀我呀杀我呀 但事实证明 韩国政坛比韩剧还要狗血 因为正当尹熙月刚想明白 要找谁报仇 朴槿惠挟其闺蜜俩人 手牵手就过来送人头了 没错 尹熙月提拔后办的头装大案 就是朴槿惠的亲信干政案 当时还记得吗 朴槿惠被爆出 让闺蜜崔顺时把持政务 古有太后皇后皇太后垂帘听政 今有总统闺蜜顺着网线干政 大小政务都要邮件抄送到这个闺蜜手里边 批改一番 就谁能想到呢 21世纪的 韩国还出了个闺蜜版的老佛爷 多离谱 更离谱的是一个崔顺时 还是一个邪教人物 就是你让我批注 那我就批咯 批注的还都是一些神神道道的东西 比方说要求朴槿惠 在自己的演讲稿里面 加上吸收宇宙之精华 就这种话 吸收宇宙之精华 你再加点天地之灵气啊 是吧 你这是演讲稿 还是保健品广告啊 每天两口 把GDP喝高 仇人带着一个离谱程度和影响力 都堪称史诗级的案子 送到面前 隐稀业会错过吗 于是他带人把青马台翻了个地儿朝天 那挖黑料堪比挖矿一般 最终结果 当然是把朴槿惠送上法庭 刚找朴槿惠报完仇 时任首尔市长就接着喊话 状告当年李明博滥用职权贪污受贿 尹锡悦兴奋得一耳都绿了呀 早在十年前 他就参与过调查李明博的股价操纵案 可惜当年还稚嫩 是吧 让老道的李明博涉险过关 这回再见对手 李明博可惨了 77岁的李明博一度被尹锡悦审 审问审刀精神崩溃 也不能怪他老了 抗压能力不行 尹锡悦审的都是连续审 21个小时 不让你睡觉 你也奔溃 好吗 就可能是真的走到山穷水尽 也可能是实在是 这事故太困了 李明博一下公认了12项罪行 尹锡悦 没开二度 朴李二人纷纷下狱 给文在寅送上了投名状 说到这么硬核的投名状 文在寅都乐疯了 马上把尹锡悦 破格送上了 韩国检察总长的宝座 文在寅大愁得报 他的内心 似乎就再也不是那个 示威知己者死的侠客了 转眼就开始琢磨着 OK 我是总统 我要做出一点政绩 我要搞政治改革 而文大爷这点就有点不厚道 他的改革 偏偏要拿 刚刚帮他报了大仇的 检察机关来开刀 对尹锡悦来说 这不就是标准的 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 杀驴的话 你要准备好火烧啊 但是他没准备好 当然了 其实韩国的这个检察官制度 确实需要改革 因为韩国检察官的权力太大了 有刑事案件的独立调查权 和警察的指挥权 有说在韩国 警察是给检察官打下手跑腿的 办什么案子怎么办 那是检察官一句话的事 你在马路边捡了一分钱 你都不能给警察叔叔啊 韩国的警察叔叔 你跟你说 你站在此地不要动 我去问问你 检察官叔叔 就这个地位 搁在明朝 就算几一位啊 除了最上面那位 任何人他都能查 不仅是为了国家 文大爷也在给自己铺路 不然下一个总统一上台 检察官就提着自己的脑袋去见他 那可怎么办 于是他决定 挥刀砍掉检察机关这只手 不仅拿到了检察官这两大权力 更是对反抗的尹熙悦 停职调查 那尹熙悦 从来不是吃素的 反过来甭调查了 不用停职了 我辞职 宣布竞选总统 所以现在 摆在尹熙悦面前的 是每个打工人 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场景 老板刚刚榨干了你的 全部夹纸 炒了你鱿鱼 你出门转一圈 回去就把公司收购了 那你会怎么对你的前老板呢 此情此情 真的是听着都爽啊 你这不教训教训老板 那就不是打工人了 对不对 那得是圣人的 是吧 尹熙悦 绝非圣人 但肯定是个聪明人 他做检察官的时候 铁面无私 但是一从政 就变了 八面玲珑啊 成了搞关系的一把猴手 他在竞选期间 为了拉拢反对党支持 就向文在寅开炮 说我知道 文政府击毙无数 到时候我要一一算账 这话就说到反对派的心坎里了 党魁元老们 开心的一个个像怀春的少女啊 决定全力推选尹熙悦 此外呢 他不仅要清算文在寅 还说要赦免 被他一手送进监狱的李明博 李明博听见都懵了 干啥呀 听说过欲擒故纵 没有听我欲纵故纵呢 就是抓我的也是你 放我的也是你 咋还有 溜老头的屁号呢 对 开玩笑啊 李明博 那是财阀集团的代表 赦免他就等于 跟财阀大佬们低头认错 当年 小弟不对 好吗 跟错了人 我以后 给各位当小弟 好吗 这下财阀们当然也愿意帮他站场子了 最后 历任总统都搞不定关系的检察官系统 更不用说了 尹熙悦 那可是当过检察官头头的人 这班小弟直接就跟上了 这个人脉网 让他知的是天衣无缝 可以说尹熙悦 是硬生生地被这张网捞上马的 而且还没上马 他的前检察官小弟们 就纷纷收到了韩国各大企业的offer 什么PPT XL的不够用 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你手机通讯录里边 是不是有总统的电话 好吗 到时候 这要出个事 只需要你做一件事 打开手机通讯录 跟警察说 人家这是谁吗 老尹 我哥们 看到了没 财阀政界如此人脉勾连 尹熙悦又是如此手段 文在寅确实难保 能逃掉青马台魔咒 那为何魔咒如此强大呢 当然不是风水问题 根本还是因为财阀当道 历任总统 你要么像李明博这种 去为了财阀当守门人 要么把财阀得罪了 卸任之后任由宰割 那这个人问了 那是不是打掉财阀 就能够破除魔咒了 你个天才 还真的是 韩国财阀没了 不光青马台魔咒能破除 韩国也直接没了 因为韩国财阀的财富 占全韩国GDP的70%以上 从一茶一饭到手机汽车 都是财阀控制的 可以说如果没了财阀 韩国不知道直接要倒退多少年 一夜之间就跟北边的老兄弟 就一条旗跑线了 自尊心强盗变态的韩国人民 怎么可能受得了 我有一剂可以献给韩国人民 无法解决魔咒 但是可以拿来找点心理安慰 我建议赶紧把青马台魔咒 去申移 这个绝对没人跟你们抢 好吗 休息一下 回来接着聊 欢迎回来 前一段香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上海一个好哥们 打电话给我 很着急 语迟 你那边怎么样啊 我看新闻 每天新增四五万呢 你没事吧 我说我就每天就待在家 人也没事 但是我老婆呢 就是眼神一天比一天犀利 我感觉我马上要出事 说那你在家吃饭啥的都没问题吧 我说没问题没问题 就是菜价高了一点 但是好歹能吃着 最后她说 你呀还是赶紧想办法 赶紧回来吧 看出来了 我这哥们八成是缺钱了 想怂恿我 游泳 对吧 再把我举报了 赚点奖励 不过还好我没听他的 不然呢 我现在应该在深圳某一个包吃包住的地方蹲着呢 现在呢 轮到我劝他了 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 游到我这儿来吧 什么 不用游泳圈 专业人士是用篮球 对对对 香港疫情已经缓和了不少 限制措施也在逐步的放宽 有些因为疫情暂缓的活动也开始恢复了 比方说香港特首选举 本来这届特首选举呢 应该是在三月底举行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直延期到了五月八号 也就是今天 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1997年7月1日正式回归的 特首呢 自然也是7月1号上任的 根据香港基本法 香港特首每届任期五年 最多连任一次 所以呢 今年咱们新特首上任那一天 正好是回归25周年纪念日 这是平平无奇的数学小天才 香港已经回归25周年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我们提到香港这两字 想到的都是繁华 开放 自由 国际化 等一系列高大上的词 但如今再提到香港呢 就三句话 住得好小 购物好爽 商场好冷 很多来过香港的人 都有这种感受 明明我预定的是 两千块一碗的 豪华白尺大床房啊 怎么连个行李箱都放不下呢 对不起 香港的千尺豪宅 也就90平米 白尺 你就能有独立的卫浴 都算豪华了 还有一些游客 去望角买鞋 去上水买奶粉 也会抱怨 哎 价格是便宜 就是逛着逛着呀 有点穿越到我们县城 小商品市场的感觉 其实这种强烈的落差感 我也有过 王家卫的崇敬森林 这我太喜欢了 大家都看过吧 就是那句经典台词的出处 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我跟他之间的距离 只有0.01公分 六个小时之后 我的核酸结果是阳性 二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 是大受震撼 倒不完全是因为 金城武跟我长得像 而是看到重庆大厦 就这么高 那么多商铺 还有便利店里的冰柜 琳琅满目 简直太羡慕了 就那个时候 我们学校的小卖部里边 唯一有颜色的水 就是北冰洋 买包咪咪 那班里女同学 都围着我转一天呀 但是多年以后 等我真的到了重庆大厦 当我看到门口 站着一邦邦的 南亚友人的时候 其实这里真的是香港吗 确定不是斯里兰卡 这几年内地经济越来越好 文化娱乐产业越来越发达 曾经让我们望而心探的 香港GDP和摩天大楼 变成了可以超越的神话 风靡一时的香港电影 已经只能是一代人心中的回忆 家喻户晓的香港明星偶像 现在都成了上海居民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会发出一种感叹 说啊 香港已经不香了 香港到底还香不香 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 但是历史上 香港这个名字的由来 确实是因为它真香 据说从明朝开始 香港岛南部有一个港口 因为大量的转运 在东莞一带生产的香料而闻名 所以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作叫 香港 后来1839年 林泽旭在东莞 虎门销毁鸦片 大风往南吹 这香港更香了 这有个知识点啊 虎门销毁不是用火烧 而是用海水浇 再用石灰浸泡 再之后 清政府战败 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割让了香港岛 但是当时侵占了香港的英国政府 却很不开心 直接就把当初强倒的头 查理一律给解雇了 是什么让英国人 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是良心发现吗 不是 有良心的人才能发现良心啊 强盗他根本发现不了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 给查理一律写了封信 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让你去抢周山 你给我搞一个啥玩意 香港回来 这个地方鸟不拉屎的 你要做陶渊明吗 而且当时的香港 本来就只有几千人 一部分还是渔民 经常四处跑 你英国人来了是吧 那我开船去深圳咯 生世大清人 死世大清魂咯 所以英国人拿到这块地的时候 他们很头疼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干脆破罐破摔 宣布香港 这个地儿 自由港 向全世界的商船 免费开放 免征关税 而且华人 可以自由进出 不论你是不是本地人 来了 就是香港人 关键是 但凡脑子正常脸的 那个年代 谁会想来做香港人的 我在广州做奴隶 来到这里做苦力 你当我傻吗 好像确实是傻 不过在战争面前 为了活命 做个苦力怎么了 我能活呀 1854年的时候 太平天国起义军逼近了广州 为躲避战乱大批的广东人 逃往香港 香港人口 从1851年的3.2万人 暴增至1861年的12万人 十年翻了四倍 从这以后 香港就成了广东人的避风港 并且跟无数极具影响力的名人 产生了联系 比方说孙中山 广东人 对吧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他17岁 就来香港求学 后来还在香港 学了五年的西医 最后成为了一名伟大的 革命家 所以你看 医生这行确实不好干 以前 学医的尽头 是搞革命 现在 学医的尽头 是做核酸 到了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出现了近百年 最大的一次动荡 就是日均侵华 上海 北京 南京 各大城市 各个地区 相继沦陷 香港不仅仅只是 广东人的避风港了 更成为全中国人的避风港 不过你想想 其他省份的普通百姓 想跑来香港 难度有多大 靠跑的吗 可能还没有跑出县城 就被日军抓回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期 能来到香港的 不是有钱有权 就是有才 随便说几个名字 蔡元培 萧红 毛顿 张爱玲 当然我不是随便说 这些都是我挑出来的 文学大咖 好吗 这么多的文化名人 挤在一个小地方 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对吧 今天你在星岛日报上 连载忽兰河传 明天我就要在大公报上 携手散文诗 谁都不服谁啊 就相当于周杰伦林俊杰 每天比谁写的歌多 这谁受得了 粉丝做梦都能消醒啊 可能也就是因为 这种文化氛围 各种报刊杂志 像雨后春笋般 在香港涌现 到了1979年 香港一共有120家中文报 四家英文报 和近300种刊物 1979年 一个只有不到500万人口的城市 有120多家报纸 这你们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 也教教我呗 都说赚大钱的技巧 都写在刑法里 当年有很多香港报纸为了赚钱 另辟蹊径 玩的都是跟主流报刊 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擦边球 打得刷刷的 是吧 擦出火星子都是 比方说 大报写大国角力 那我小报 就写古货仔 争龙头棍 大报写财经资讯 我小报写 澳门博才指南 大报连载 射雕英雄传 我小报更新浩克潘金莲 120架报纸 绝大部分都是小报 拼命写 拼命写 越写越刺激 越写越露骨 根本就杀不住车了 就到了什么程度呢 都不好意思当着报刊厅老板 翻开这个报纸 每次去买 都是丢十万钱硬币 然后揣包的赶紧走 真的 我很想就是摘读几句 满足一下各位的好奇心 但是我也怕被404 香港报业的发达 是得益于媒体开放的自由环境 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但是文化交融的中心 往往也是开展间谍活动 最有利的地方 比方说二战的时候 夹在欧亚大陆之间的伊斯坦布尔 冷战期间 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 碰撞了德国柏林 以及这里香港 曾经的世界间谍之都 远东情报中心 怪不得我每次过关 香港海关都拉起我衣服 问我有没有怀孕 原来他们不是看我胖 是怕我藏武器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边 各个间谍机构 在香港暗杀 绑架 爆炸 监听 无所不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民党特务就趁周总理的包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 在香港停留加油的时候 往飞机上安装了炸弹 最终导致11名中国外交人员遇难 幸亏周总理是临时改变的形成 才逃过一劫 20世纪70年代 朝鲜间谍在香港绑架了韩国著名导演 申相遇跟他的妻子崔银姬 并把他们用商船押回了朝鲜 绑架导演和演员是为什么 拍电影吗 真聪明 绑他们回去就是拍电影 朝鲜不仅逼他们在八年的时间里边 拍了20多部电影 还让他们创作出了社会主义界的哥斯拉 打造出了真正的潮流鼻鼓 香港回归之后 间谍活动依旧是猖獗的 2005年的时候 香港特首官邸的礼宾府 在装修的时候 发现了一屋子的监听设备 甚至卧室浴室洗手间都没有放过 你说这个间谍也真的是够变态 真的是你在屋放个屁 他都要听声计算出你的气压才行 到了2013年 手握美国政府秘密文档的 前中情局职员斯诺登 从夏威夷飞到香港 提爆了轰动世界的棱镜门事件 为什么世界这么大 他偏偏选择了香港 后来斯诺登自己有解释 说之所以自己选择香港 是因为香港 在他心中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并一直以宽容的法治环境 闻名于世 好家伙 一顿猛吹 最后还不是去了俄罗斯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原因 现代人的危机意识 比以往来的都更猛烈一些 不要问我的眼中 为何常寒泪水 只因为我实在没啥高兴的事 本身就很焦虑了 最近又得知了一个新闻 我每天都在吃的黑芝麻丸 竟然没有拯救脱发的功效 黑芝麻丸 这几年真的是香波波 就这么一小哥 那个小黑丸子 不少人真的把它当成 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丹药了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太上老君也卖假药啊 天天吃几颗高糖高油的丸子 头发长没长不知道 脸肥了一圈 是吧 显得我头发更少了 而且这个黑芝麻丸的价格 也不算便宜 数据显示 中国有超过2.5亿人 正在经历脱发的困扰 也就是说 平均六个人里面 就一个人脱发 据说90后脱发人群中 严重脱发占比近五成 已经取代了80后 成为了人间蒲公英 对此我认为 真正的原因是 80后已经平均 无发可脱了 其实现代人脱发 不就是因为过得难吗 另外我是建议专家 不要再说一些 没有用的废话了 比方说有专家 就出来建议 要从心理层面出发 去接纳容貌焦虑 同时呢 把对外在容貌的焦虑 放到提升内在上 比方说经常给自己 充充电 提升提升涵养这些 专家老师 您理一理这个逻辑 我不就是为了提升内在 才天天熬夜 所以才脱发吗 所以才有了容貌焦虑吗 还有专家贴心地安慰咱们 很多明星也脱发呀 但不影响他们成为成功的人呢 专家老师 我想您误会了 我们需要的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吗 我们脱发 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试图去成功 但后来发现成功太难了 所以现在我们只想成为一个好看的人 如今呢 为了皮肤再好一点 身材再好一点 做一美 这不是什么新鲜禁忌的话题了 但是我这有个新鲜的 因为我最近挺有皮肤问题的危机感的 结果一查 说英国伯拉罕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开发出了一种 令人类皮肤细胞 返老还童三十年的方法 能在保持皮肤细胞的特有功能的前提下 逆转衰老 也就是说 能够修复衰老细胞的部分功能 并且在分子水平上 使细胞的生物学年龄重返青春 虽然这个词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这么一算 能返老还童三十岁 那我只有一岁 婴儿般的皮肤状态 说吧多少钱 我还是个宝宝 你这么忍心说钱呢 超过以前就挂了吧 好吗 我留点钱以后还团菜用的 说到这儿呢 也不矫情了 年龄危机算什么 全球都危机了 比方说能源 说英国有个八十岁的老头 眼看能源危机 导致水电费越来越贵 都交不起暖气费了 但是他老伴身体不好 不能不开暖气 也不能长时间接触冷水 一咬牙一跺脚 决定放弃退休生活 上岗再就业了 你看看人家 这是年龄危机和能源危机 都碰上了 这是双鸡呀 怎么说老爷爷 还是比直男们强一点 为了老伴 宁愿自己累一点 再去找工作 不像你们 可能跟老伴就说了 亲爱的 是不是好冷 我也是 咱们一块抖腿吧 老话说得好 取暖靠抖啊 但这个事 他也不能去问政府啊 不然政府就会拿出 两大法宝 一 英国政府说 他们目前计划在2050年 新建最多七座核电站 来满足能源需求 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效益 在研发新一代的可再生能源 可老爷爷说了 我快入土的人了 还给我画饼 我能等到2050年吗 政府表示 这个饼28年之后才能给你吃 所以这不是饼 这是饼干 法宝二 我都是为你好 你要是问政府 政府就说了 什么巴巡老手 因为能源危机 不得不重新就业 不懂了吧 我们这是促进社会就业率 看 我们康康度过了女王 96岁的生日 身体硬朗 看 我们80多岁的老爷爷 重返工厂 横批 大不列颠 颠大了不列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 我现在觉得 这就跳广场舞 也是一个 我个人可以接受的运动 挺美 之前为了应对疫情之下 有可能香港要禁足封城 我囤了不少的 好储存的食品 跟消磨时间的棋牌玩具 很多 很多种 两个月过去了 我个人总结的使用心得是 食物类 最受欢迎的 百吃不厌的 是德州爬鸡 真的 游戏类 最受欢迎的 百玩不厌的 是德州扑克 好吃的 好玩的 都让德州给占了 德州人能不胖吗 果不其然 美国德州 美国德州公共安全部 正在实施一项 具有争议的 旨在限制警察 腰围的政策 200多名州警 将需要在年底前受身 否则要面临纪律处分 不过 这个要求 在那儿也是 受到的质疑 主要是觉得 腰围和警察的职责 没有关系 而且对女性 也非常不公平 我也很质疑 这个健康指标那么多 一个腰围 能代表什么呢 电视剧里边 可都是这么演的啊 准婆婆 看重的是臀眉 男朋友 看重的是胸眉 腰围算个鬼啊 就你们不如就画个线 是吧 那个超过35岁的警察 就辞退不要了 好不好 但是秉承着科学的态度 我上网查了查 腰围指标有 什么意义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 居然给出了很多的结论 比方说 腰围正常的女性 比腰围超标的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低 91% 91% 出腰细腿的人 患高血压的风险 最高 腰围呢 每增加10厘米 全因死亡风险 增加11% 总之我看完就是 腰围要小 臀围 大腿围 要大 人就会健康 比方说他 吕小军 一看 这就是健康身形 对吧 最健康 就保持 好吗 再比如他 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就是百病缠身 咱们祝他早日康复 好吗 姐妹们 还在等什么 健身操 跳起来 一起来坐 刘更宏 寿子 好吗 随着年龄危机 能源危机 身材危机 就业危机 不断地卷 城市中产们的焦虑 不断升级 似乎很久没有 值得开心的事情发生了 各位 好消息来了 在网传的一个截图里面 著名的奢侈品集团LVMH 内部把客户分成了三类 超高净值客户 是个人年收入一千万人比以上 或者家庭年收入三千万人比以上 包净值呢 是个人年收入三百万至一千万的 或家庭年收入一千万到三千万的 而低于这两类的 被LVMH统称为无收入 你就这么一想 倒也施然了 对吧 甭管你是两百万还是二百五十万 就这段存款 各LV面前四手五路都是零 好啊 有没有很开心 好啊 从今天开始 咱也名正言顺地 把LV除名了 因为我再也不背LV了 反正我也没有 而从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有多少焦虑 有多少枷锁 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装上的 开锁的钥匙 一直都在你手里 只是你忘了 小时连开 下回见 人生他就像一出武台剧 平复贵贱各行各夜都是角色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奇 关键闪亮登场以后你还没法恩计